嗨,大家好,我是豆点 今天我用两个土豆来做一个土豆馒头 先把这个土豆去皮 下面把去完皮洗干净的土豆切成片 我们河南人爱吃馒头 所以馒头几乎是家家每天都要吃的食物 把土豆片放入蒸屉中 摊开 把切成片的土豆放入蒸屉里 然后放入蒸香,蒸熟 咱们的土豆片已经蒸好了 下面放入料理杯中 我们把里边加点水 然后打成土豆泥 把土豆泥倒入和面桶中 加入酵母粉 把酵母化开 然后再加入面粉 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 然后活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揉光滑的面团 咱们盖上保鲜膜 醒发至两倍大 看一下咱们的面已经发好了 全是蜂窝状的 全是蜂窝状的 下面把面粉扒出来 咱们揉搓排气 然后放入蒸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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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剂子放入蒸屉里 这个它不想分开了 个俩好得分开 再整整形状 咱们今天下的是小方剂子 咱们的馒头生坯已经做好了 下面放入蒸箱 先发酵30分钟 然后蒸40分钟就可以了 咱们的馒头出锅了 看一下咱们的土豆馒头 看一下咱们的土豆馒头 已经蒸好了 掰开一个看一看 掰开这个看一下吧 这个是最像土豆的形状 掰开看一下 特别的软 里边全是蜂窝状 像面包一样软糯香甜 很软 还能吃到土豆淡淡的清香 如果再加点白糖 就像面包了 太漂亮了 完全没有 蜂窝状 咱们aus 也可以 一次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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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镬与点点栏目